靠眼睛做人吗? 同样的,死了怎么办,一定靠身体做吗? 所以禅宗这个大秘宗,我都把他解穿了,告诉你了。 你们去禅,怎么禅得懂啊? 自己也没有打坐,也没有用功,去禅学了, 禅学要批用,禅学是蒸东西。 好,有时产世的名气很大, 这个时候有个名人,韩瑜,你们都晓得? 韩瑜大家说他反对副教,他不是反对副教啊, 他像是反对当时唐宪宗宁夫国秦施立子, 现在在山西大同的那个什么庙子啊? 一下想不起来了,帮个忙。 啊? 哦,你们都知道,我老了,不行了,记忆立下了。 现在都在那里。 当时唐宪宗把那个福国,福国就是舍利, 舍利不是舍利子哦,小小小小的叫舍利子, 他要请回皇宫里头的供养。 所以韩瑜界这个机会向报告反对, 皇帝幸福可以啊? 你请这个舍利子全国的力量花了那么多经费, 请回工程来供养。 回家的财政花多少啊? 啊,老百姓的血汗。 而且他看到皇帝幸福出家的太多了, 一出家来以后啊,社会的生产力量就不够了。 说福可以啊,为什么那么多啊? 他说反对这个啊,可是他老兄的文章写得好, 道理讲不清,所以皇帝一太去了, 把他憋到草州、广东。 所以韩瑜一下。 韩瑜有个子子啊,就是巴塞里头的韩箱子。 韩瑜说呢,有个子子, 这个子子给他那个思想两样。 韩瑜讲儒家的空梦之道, 韩箱子要说道的。 可是呢,父亲没有跟到韩瑜讲大, 可是他给他那个说说的路线, 就得亮亮,韩箱子就溜了,跑出去出家修道去了。 修道说了好几年, 有一次韩瑜,你看韩瑜, 这文章里面读过没有? 记十二朗文读过没有? 韩瑜记十二朗文, 还有个子子,记十二, 是叫韩瑜写一篇文章, 记他很痛苦的。 他说:"我啊,现在老了, 还没有孩子, 死长长, 法长长, 是忙的。 老了, 头发也白了, 是忙吗?眼睛老滑了, 看不清楚。 你以为他多了, 还不够四十岁。 以前的那种, 养生之道没有, 医药也不发达, 到了三四十岁, 头发也白了, 发长长, 刺, 刺茫茫。 我后来到了四十岁, 那个牙齿十几岁就不好, 我说我还要加一句, 刺摇摇啊, 牙齿都摇动了, 就完蛋。 有一天, 他在这个乡乡的时候, 这个子子死了, 另外喊箱子要跑掉了, 他就瘦了, 他生日, 那个时候他官业不少, 名气大, 韩语是名气很大, 对于中国文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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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爷子谁啊, 人家公为他, 文将, 实际上怎么叫文气八大, 还语提倡古文, 你们多晓得, 读历史要懂哦, 现在给你们想历史寇, 什么叫文气八大, 南北朝的文将都四六体, 变体文, 被子, 美极了, 你们都过滕王国序没有啊, 也没有, 我的妈妈, 我的老祖母, 怎么办啊, 你们这一代, 后代的教育, 滕王国序是王伯做的, 给韩语教, 十二三岁做这篇文章, 名六万古, 这十二三, 哪精美啊, 我中间被两句跟你听, 你知道吗, 我们都十一二十就被, 落下与孤启飞, 秋世与共藏天一世, 多美啊, 描写那个风景, 在江西南昌灯王国, 落下与孤启飞, 雾, 小大, 雾, 不是这个雾, 鸟, 雾是下面跟你讲, 落下与孤启飞呀, 秋世与昌天一世啊, 灯王国好, 这一篇虚王里的好多漂亮的, 美丽的, 不得了的剧作, 这两句比较更美丽一点, 又插上来了, 我们说笑话, 说文人把自己的文章爱得呀, 等于一个女孩子爱自己的漂亮女生, 死了都不放, 据说王国很年轻就死了, 就在本王国上憋鬼了, 别鬼啊, 夜里就念, 就听到鬼念了, 他自己灵魂, 出声音的, 落下与孤, 不是这样的, 落下与孤启飞, 秋水日共长天一世啊, 我们以前读书这样读, 落下与孤启飞, 你秋水日共长天一世啊, 写文章, 写白话也一样, 你要念一下, 诶, 写白话, 这个字敲起来, 不能够别人音音唱出来, 这篇文章不好, 不够忘念白话都不对了, 比你妈呀, 我的妈妈的, 也要唱得出来, 我的妈妈的小脚, 或者我的妈妈的大辫子, 都要念得好嘛, 所以王博死了, 在当王国别鬼, 就念字句, 这俩就在意文章, 大家都没有办法下识, 有个读书人说, 这样, 我去把他修了, 这个贵婚。 好, 这个读书人就到了当王国, 夜里就到半夜, 王博的贵婚又出来了, 正面出来, 来啊啊啊, 一姑七匹, 秋水共长天啊啊, 一声, 就念, 这个东书人, 王博! 什么狗皮的文章, 那么得意? 念个屁啊! 没有了, 没有声量, 半天王博, 这个声音又出来了, 叫你不要念,你都不要念,你以为你文章写得好 你这个文章写得不好,你知道吗?多语的 终结多了两个字,你知道吗? 罗霞故乎其非,自然有个语字在里头 出世长天一世,自然有个供子在里头 你与个供哪个多余的,你还得一些的还在这里吓人,滚你掉 从此这个鬼不念了 这句文章就是太肥了,要结肥 结了两个字,刚当好处就不胖了 他就落下鱼,孤雾起飞,落下孤雾起飞,用不着鱼嘛,当然鱼了嘛 秋水长天,一世就用不着供子嘛 这个供子放在里头就是肚子大了,太胖了嘛 这些文章的故事很多 所以有一个读书人,公民考不去 懂你们年轻同学,这一个复书院这几位年轻读人 表皮倒大,你们没有本事,人家有本事 有个年轻的读书不好,他就将自己挂一个牌子诗译 你们做大师啊,完了不好,牧师医生都要拿来跟我医医 人家问他,你少去嘛,他真的嘛,故人的是 他有什么,有些事太肥了,有些事要加胖一点,要不要太瘦了 啊,你以为故人的读对啊? 他说,你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读的故事 清明时节欲峰峰啊,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旧家何去有啊? 木桶瑶至兴华青 我们小的时候这些都是户外读物,叫千家诗 很多名诗都在上面 清明啊,此时节日欲峰啊,峰 路上行人啊,欲断魂 清明啊,欲断魂 借问旧家何处有牧洞啊,要自行华青啊 我们当年是读书这样读,这样摇头摆尾读读, 去摇起来读,读到腦子读到大腔里头去了,永远忘不掉的 那两个什么字不知道,你只要一问这首诗 清明时节欲峰峰就出来了 你们现在读书啊,是寄,可恩寄,可笔记本寄,寄了半天 只有笔记本上有,脑子中大腔里头没有 所以永远是空的 这些诗我们小的时候读的,他太肥了你知道吗 什么,十节欲峰峰就对了,不一定清明嘛 你看我们这两天那欲峰峰,还没有到清明啊 太胖了嘛 行人欲断魂就对了嘛,行人当然在路上嘛 会不会加一个路上呢 旧家何处有一定是问人的嘛,就要借问嘛 咬着醒花轻,不一定是魔头啊,弄到一个河上出来 哎,那个酒家在那,那个河,这个师傅讲,都在哪一遍嘛 都太肥了嘛,嘿嘿嘿,讲的没有道理 这个话,我当年写文章,也给一个老师骂过 这个老师是举人,我问他,哎,我这文章 自己认为很逮,嗯,不错 不过你犯一个大毛病 什么毛病啊? 舍不得 我怎么叫舍不得 你有很多好句子 可就是这一段,这篇文章来啊 懂这个句子不相合 你读到自己这个句子太美了,那要把它插上来 他就完了,哎呀 噢,当时听了很有道理,可是真舍不得啊 没问自己的好句啊,哎呀,把它 就是每个人呀,有点长期拼命要表演 等于一个女孩子,有了一个金刚转呢 出着香烟啊,指头特别动两项 就是孩子啊,给你看一看 还说这个毛病 哈,说文章要舍得 这也是我受的教育 传承你们 啊,现在讲回来 韩语就受了,插过来的啊 插过来再是一路一路 我讲话常常乱七八糟,插开了 可是你们把它记录下来,逗起来 这一段就矮一点的住宅嘛 原来的总题是讲韩语这个还没有完 韩语的上面还有个主题 讲药山铲丝,这就叫逻辑 可说,这个思想路线你不要帮我搞错了 你不要以为我是乱七八糟讲 我讲的,你看我脑子清清 将药山铲丝引证到韩语还没有来 因为韩语提到文章,因为文章讲到滕王国 因为滕王国讲到这个医师 韩语到回来找那个酒店 韩语第二步,韩语的子子不是去收到 韩香子拔下里头 韩语在怀念一个子子死掉 又怀念一个子子出家当道士气死了 诶,有一天多时候他回来了 韩语一看,那一天大喜日子也不好骂他 看他揣不到士这个样子,踢里喇叭的回来了 又喜欢又不高兴 结果就问问他,来给他叔叔摆寿啊 啊,冲不求吧 啊,你在做什么不读书 不靠功能在外面去学这个干什么 当道士 有些什么本事啊? 没有啦,叔叔啊 今天你生日,大喜的日子 我给你变个花样,给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我在外面熟来的 叔叔说,好吧 他都一个学一个手画了 一口气,一盆很好的梦丹花摆在前面 那个季节不可能有梦丹花 他一看,奇怪 然后继续看看梦丹花上啊 他写了两句诗 韩详子在梦丹花上面,两句诗 你记住啊 你这个查掉,这梁叔叔写在那里中间 两句诗说,写什么呢? 忍昏成灵是家户在啊 血用烂瓜呀,骂不去 忍昏成灵家户在 血用烂瓜呀,骂不去 烂是来也是得来啊 血用烂瓜,骂不去 还有一看,这个梦丹花上面 这个诗子变出来 有这样两句诗啊,很好 没有什么两个相关嘛 不过好句子,他记得了 就那么一个玩意 诸秀那一天完了,生日完了 一找这个诗子呢,又走掉了 好,这一下有这个果实 所以韩语为了反对唐谢宗 把这个福国称会宫廷里头上来一个咒劫 这个古文里头都有韩语咒 英福国的表 对皇帝,对皇帝不是以前的报告给皇帝交表文 他就送皇帝一生气 所以胡闹,感动我的意思把他扁了 就下放,下放当草州来做小 就地方关去了 就现在讲下放 这一下放太惨了 韩语,那么大的名气下放了 带一个家人,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啊,骑骗马 冬天就被下放了,他很冷 又长安到广东的草州 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公路 很可怜的啊,骑骗又很重 他这个清冠,骑骗兽马,冬天下雪天,刚好到了陕西成岭 非常凄凉 他一下想起来了,哎呀 这个海箱子,这个孩子怪了 三年以前,来跟我教授 为什么写这两句诗 啊,现在就到了这个阵盖 他下放,骑骗承认是家户在啊 学用难关,骂不钱啊 就到了难关 直直就告诉他,说 不要认为功能富贵没有了不起啊 你的灾难来了 这是汉箱子的故事发现了 他这样想到汉箱子啊,哭了 这个子子大概得到了,早就这么管我 因此汉语把子子这两句写成一首诗 怎么写呢?一封朝咒,咒从天啊 咒从天,皇帝前面 七別遭殃,路八切 七別遭殃,遭殃就是草舊了,路八切 就是那麼遠,下方 欲為聖明去疲靜 欲為聖明,皇帝聖明 渠道,毛病,畢,有作弊的畢 作弊的畢,證著的證 欲為聖明之畢證 啃僵,雖秀是財年 啃僵,雖秀,秀目不可教的秀 可惜的是財年 這句話講,我老了 準備終身報骨,皇帝要殺我的魁 我該講的話講 我膽姜衰秀,老了這一副骨頭 交給國家了,不怕了 是財年,沒有什麼了不起 運魂承令是家或在呀 學用量,不要擦掉嘛 所以叫你終結寫到等嘛 運魂承令,把子子寫下來 兩次句子就湊起來了 這個時候故然交給了 運魂承令家或在呀 學用難關,罵不解 他寫到這裏的時候啊 他一邊流淚 誒!好像那個海鄉子就在他前面 誒!他就叫他 海鄉子又硬了,不給他看見 誒!就是說,師父,你那麼念我 你不要難過了,要這個災難,這個省事 就來一下,等屬夫正要找他 他又不給他看見了 他下面亮著他,怎麼說呢? 因為要這樣下面亮 知辱,原來應有意呀! 他我懂了,你到時候成功了 你在知辱,知道你 知辱,遠來,很遠的來,很遠的地方 知辱,越來,應有意呀! 他我懂了,我懂了 他說,你為什麼先生給我看一下呢? 好收,收起來收死的收,我的骨頭 大家可能我快死在廣東了 好收,我鼓降,塞來降起的降,降,我講錯了 好收,我鼓降,病子裡頭,病庫,一個病子,一個文章的降,降 江,第二個是江子,下面一個江子,藏,江,三點水的江,旁邊的鞭 再來一個鞭子 你再寫一個鞭子,降江鞭嘛! 哪方都降氣啊! 到了廣東啊! 氣候不對,又沒有生病,降,降江鞭 他將喊上主 你來,跟我看一下 他說,我懂了,我懂了,你真誠來到了,先就申告我 現在你又給我這一面,又趕快走了,不讓我叫你 他說,你打給我這一次啊,下放到廣東,快死在廣東 你對我看了一面,你就告訴我,放聲 萬一我死在廣東啊,將來跟我關母班回來 幾十喊箱子啊,故意現身給他看一下 他沒有懂,就叫他,你放聲,你還會 下放幾年,會回僑的 後來過來回僑了,就是你看巴西的故事,就看到了 這個正是歷史上沒有的 那麼講到韓語,為什麼講友山產世到韓語? 韓語當時影響那個朝代的中國文化的革命 所以他反對那些,歷代的那個文章寫得那麼美 那個公文政府辦出來,文章寫得很好咯 老百姓看不懂啊,他是提倡白話,提倡解話 因此說提倡古文,不要什麼 啊,落下鼓氣,肥抽水工廠,你說的什麼東西啊 所以他講的古文都是當時的白話 我們福徵團隊,你現在看到的古文是當時的白話 所以叫王七八代子誰啊 不然你們我不那麼跟你們講 叫鬼文系那些老師嗎?是不是講得通我不知道 某天一講,你們都懂了 那麼韓語有個小生啊,給他那個奇名 很有名氣的叫李高 不是現在的李熬,李高,搞人的搞,非讓那個搞 就是很有名的,這個人是韓語的小生 文章跟語一樣的好,都是提倡 就是王宿革命的中間諷刺 這個人放到了江西來做生長的李高 哪個是太熟啊,太熟啊 等於說四將以上的生長 朋友們,唐代的官不是現在的官 現在官不值錢的,出來也沒有意思 我們這些官來要什麼意思啊 都沒有差不多 一切的官出人那個樣子 很像樣,強勢那個樣子 李高到了江西做太熟 聽說有三產師門氣那麼大 李高有道之,他跟韓語來都主張主家的 復家說服的,真有東西嗎?他要摸一下底子了 不是來調查,他想清諒他一下 這位大產師就真有沒有道,有沒有熟問啊? 好,他一個人到山上來,找這個友善產師 友善產師啊,早就知道了,他回來 那一天李高上來,地方官一路諸侯當地的修長 啊,還是省裡頭的修長,當時生長過來了 那個生長,別現在生長,威風大了 當然他傳遍一來去,傳遍一來 友善產師,住在那裏啊 那一段針,原來這眼睛的,其實他沒有看書了,裝樣子的 這個李高,這個生長啊 來了,看到這位老婆上瘦瘦的,高高的 後來也沒有什麼刀,兩個都是瘦骨頭一把 吃素吃的,營養不夠的,不良的樣子啊 他就站在他後面看針,看了半針 他也沒有叫他,老婆上也不回頭看 吃針不回頭看他一眼 看見身長 看見身長 旁邊的小胡嬤師傅,派手來看你 啊 老後人,哦 好像沒有聽見,又好像聽見了 啊 瞅著不回,衝到這個李高啊 脾气又大 天下我命的意识韩语的大小生 看老婆娘,头都没有回 小婆娘告诉他,太熟悉了,别看你 好像那个猪吃了,那个吃饱了,睡觉 这样就完了,头都不回 一边走一边讲,文明不如见面 听到名气那么大,有三禅师 我还特别来看他,结果这么一个老家伙 文明不如见面,就是禅宗 有三禅师啊,等他走几步 抬手,就叫他生长 你何必跪而见目呢? 你怎么把你耳朵看得那么重要,把眼神看得那么坏啊? 他说,文明不如见面 文明是靠耳朵,听着来的了 你现在本人来看过,是眼睛看过的 他说,你把耳朵看得那么重要 怎么把眼睛看得那么坏? 这个就是禅宗叫忘乎 师父一望就跑过来了 本人呢,绝对不懂 这些人都第一楼子会 一高一成就定中了 赶快回升 师父,对不起 本人不会 你给他问问题 哪些笨人问死了 打出他一句话 老师,我还要成为 这个样子,还要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这个样子 永远搞不清的 所以禅宗六祖说 接引向上根基的人 向上志的人 不是土土人能够说的 这个叫积风 一句话,一个字,一点 他脑子就冷光 他文明不如见面 不是太守,我讲错了 唐教不叫太守 赤士 汉教叫太守 唐代这个叫赤士 生长 他赤士,对 赤士啊 你会比贵而见目 他一听 哎哟,这个年纵 赶快回去了 师父 再后就留下来 一谈 他就赔福了 立高 就问了 叫师父你全公文道 怎么修啊 福法怎么正能 有三财士,嘿嘿,你也要说福啊 就是禅宗 看到没有 不讲话了 一个手指头 上面一只 下面一只 你要我传道给你 就这样 等一下你们想一顿 志工卧室 我们两个表演 我手指还一动 你一顿 所以我头发要看看 然后看看我的下面 小孩子穿的什么就糟了 你一看 这就是禅宗 说不要文字年约 不懂 师父啊 弟子女分不懂 请你明识吧 啊 用道理讲给我的 他就讲了 运在清天 水在瓶 即使呢 当时他们一叠一下上面的 并不是一定这个句子 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告诉立高 他说师父啊 我弟子太女分了 不懂 请你明识 他就说 运在清天 水在瓶 底下 立高跪下来 好 我懂了师父 正是拜他为师 他真懂了 没有谁知道 文字他懂了 不过立高真懂了 所以回来 他的彭复法 他写了一篇 很有名 中国文化 王朔史上 王朔史上 大革命的一篇文章 叫福胜书 所以江日武家空盟之手 能够谈到命生皆生 就靠他这一手来的 这篇文章 比韩语的威力还大 叫福胜书 一个人的生命本身 周末命生皆生 区负到本来面目 他用儒家的观点写的 因此产生了宋代的理修家 周西亚 二政府之六相三 都是根据这一篇福胜书来的 这个手术历史跟你们讲起来后 要讲三年课也讲不完 现在中国人 所以我要说 真的回到了自己的骨骨 我注重的是文化教育 我们的教育已经断成了 下面接不上庆 我所担心的这个 谁搞你什么铁路不路 这一条路最重要的 口声我也做不到 无可耐火 韩语回来写了福胜书 就是这 然后他对于有沙产师的公正 写了 就把师父讲的这句话 他就请 起来说 站台自己的师父 又说 云在清天水在平 不是 千居松下 第一句话 念得收得身心之弧行 念得身心是弧行 第一就是你看到有沙产师 一定很瘦 很高 很强 他说他收到了 他念得身心 就录着一顿大步大步就强弧行 千居松下 两行针 千居松下 两行针 啊 两行针 我来问道是无欲话 应在清天水在平 他说 我来向师父求道 没有多的一句话 只告诉我一句 应在清天水在平 啊 念得身心是弧行 千居松下 两行针 我来问道无欲话 应在清天水在平 他说 他是公外 他师父 有三残师 啊 这个 还有一首 你们翻翻直接路上 啊 有三历搞这一段 啊 我一下记不得了 那更好 他讲他 讲他的师父 又是偶像前锋顶啊 有的时候 爬到山中 一个人站一下 月下披韵 笑一声 在月亮下面 四面都是允包委屈 啊 月下披韵 笑一声 哈 啊 他一叫 实际上 就我们教你的 啊 这个 呼啊哈 呼啊虚啊 他发出声音一叫 历史人记得有三残师 站在风顶上一叫 这个声音 在地边面上夜里一叫 二十里路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 你看他的气功到了什么程度啊 啊 嘿嘿嘿 这个就是气功了 不是假的 啊 又是 躲上 窃上 啊 躲上 千锋顶 天 月下披韵 笑一声 这也是历稿 写他的师父有声 为什么讲这一段呢 刚才给你们 教你们眼睛 定好 对不对 所以前到这一段 这个历稿啊 在历史上 这次都关于中国文化教育历史 一个非常重要公案啊 一个故事你们不知道了 都画一个时代 这些大口上面 啊 到了宋朝有个人 这个故事要吃了饭 在行动文化 我不过先说啊 宋朝有个人 宋朝有个宰相 这位先生 从书生出生的 从书生出生啊 有个富家的小姐 宋朝也很好看得起她 嫁给她 后来考公命 就来距离 当故宰相 张湘英居士 在福教里的大居士 宋朝有个宰相 她出生很重 讨了一个 又说问又前的小姐 后来考取公命中正师 还没有当正师 以前她当什么官呢 这个时候 关注得很大 宋朝的转运士 转运士 转运士 管财政 管交通 国外幕交通 商业 政绩 这个海关 都在她手上管 转运士 很大哦 那个时候 权力很大 她是个 儒家之徒 都空梦自书 反对宗教 反对复法 这个太太呢 修问很好 她又很怕太太 不是怕 尊重她 最穷的 愿意嫁 富有嫁给她 一路都说是她娘家培养她 功名考取整天 而且这个太太 手势修养都很高 太太胜负 太太看负政 她理都不理 但是她也不反对太太 现在来讲 生养国人自由嘛 不过呢 她心里也不同意 太太胜什么 没胜宗教 胜个什么福啊 她不好讲 她就告诉太太 我想写一篇文章 她你想写什么 无福论 写啊 无福论 没有福 骗人 无福论 这是公开反对了 太太信佛 天太看负政 她也不反对 不过她是公开反对了 跟太太说 哎呀我想写一篇文章 她说你写什么 想写无福论 这个太太怎么讲 既然无福 何必论她呢 既然你认为没有福论 还写什么狗皮的文章 论什么呢 哎呀 江山一听 完了 愣住了 这一棒给太太头打疯了 她要写一篇无福论 太太说既然无福相公 你也不必论她呢 这就是惨重 简单明了一句话 她就不写了 有一天她跟太太放开一看 太太的书桌上 白本书啊 好漂亮 段子的封面 古书啊现装的 这个脚上啊 好多哈把铸子包起来 她看那么漂亮的书 古书一看什么 《为母者经》 《为母者经》 《为母者经》啊 是很有名的周末洛书法师 写个《为母居士》 说法者经 很公正 她一看那么好处 跑来一看 拿去一看啊 那么漂亮 王太太 这是什么书啊 那么漂亮 太太说你看嘛 她一看 说明《为母者经》 哎呀 她说真奇怪 我们信任的书啊 孔子孟子 书书五经 都没有那么讲究 一个印度来的 外国的和尚的书 怎么那么讲究 又是胆胆 又是胆胆 不过她翻了一下 一翻了 眼睛给 真给抓住了 这个文章 句子之美啊 她舍不得了 看机 越看越舍不得 拿到手上 不放了 太太抓住机会了 铲中的棒 活 这一棒子要打相公 拿去看一看 看完了 好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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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缝了 所以你们 女主持们 要结婚的 要小的修产中 管理丈夫 七官员 要这样管她 那里 瞪起眼睛 哎呀 不总去看看 不总出去 那多讨厌啊 她就很温柔的 相公 只要这样 你去看 看完了 好险 无缝了 最下文章 看完了 她胜负了 她胜得比太太还厉害 所以你们也说会 叫华人 不要日别啊 哎呀 胜负好 像我在台北 过去国民党有位 非常大的 了不起的名人 文章也好 太太 文章比她更好同学 她自己天天跑来 给我那个修复 打着太太啊 你都不理 她就跟我讲 哎 怎么样把我太太 要改化过来 我说 你的太太 我怎么改化 有什么办法 大家都打她的棒子 然后笑 她说你重要性 大致大奔 我说你这个笨蛋 怎么叫我想办法呢 你想办法 她怎么想 我说她的修复比你好 对啊 我说你爸 好 六足坦诚好的 你都摆在桌上 不要收起来 我自己摆得好好的 不准她干 对啊 你太太就好奇 你出来了 她会拿去干 哎 她说 后来就叫我这样办 太太圣福 圣得比她还厉害 你越教人她圣越不圣 你要圣我还不给你 哎 这样满足了 好多人 所以说佛要度众生 要懂得方便般若波罗蜜 方便的要做 教育有方法的嘛 没有方法你怎么叫啊 方便波罗蜜 就要懂得了 这个江上阳后来说佛以后啊 自己任外大乘大悟了 得到 看各方面的这些惨重大使啊 看不上眼 自己乖又大 名气又大 大局是大 大传位的官位 又是伏法又高 那个时候伏法又高 那得了啊 在数字上大家不敢碰 有一个禅师叫应峰月 应峰是三明 他应峰月 大禅师 有一天也在江西 江上阴总比到山上看看 听说应峰月的名气很大 啊 啊 就正这个道啊 禅啊 道啊高到什么程度 他要来看看 啊 结果啊 江上阴总比到山上 这个现象嘛 这个现象嘛 江上阴现在都全国的卷映史啊 当然他要来 他很傲慢 我非救他不可 打他一棒啊 结果啊 江上阴下午 晚别果然到了 一到了 他很傲慢 应峰月 大禅师 出来见 开堂了两个一台 他就东方西文 你男仆都是这个房间啊 多少 伏设计这个 小生啊 每年开支多少啊 都问这些事 从来不给应峰月判复法 应峰月 因为他傲慢嘛 没有人不在乎你 应峰月产史 也就是普通给他应酬 他回来想起 他是法师 产师啊 听人家说你的师做得非常好 出家人的道高不高嘛 我只是讲到文小文 听人家说你的师做得非常好 哎呀 相公 客气话 哪里哪里 人家说我师做得好 等于别人家你的传说得好的一样的 站出来走了 他以为才是自己复发这高了嘛 所以他不和上 看不上不谈 所以故意不谈到 就说 听人家说 和上你的师做得很好 和上做师不是本行嘛 做得好也没有了不起 到高不高点是真的嘛 所以他马上借这个机会 一棒子打过去 他是人家说我师做得好 那是假话 等于人家教你的俯术的很好一样的 你们会说话 修会了吧 骂人要这样骂的嘛 还是叫个疾风打棒子 好 好 杨凤雁这一句 很受不了 而且他站出来 就正确 江上雁回头问他的秘书副官 记得中了 准备下山了 有个秘书副官说 相公 来不及下山了 天黑了 哎 他想着没有办法 只好在这里睡觉 这一睡 在这里睡觉 影风月产师 又陪他吃晚饭 吃了以后 就两个人就谈腹发 闪中 讲了半天影风月产师 那个影 脸色就很不开心很严肃 他问他这个腹发 这个该断 这个功夫 这样 他有时都打不出来 影风月把筷子一放 晚饭也不 这样 你一人家都将你得了到 你凭这样还够吗 站出来走了 这下 我的妈妈 她真是消化不良啊 晚上下不拉山 不过影风月 真打到他心里头去了 这些问题 你没有解决吗 你功夫没有达到吗 你鉴定没有够吗 最好在哪儿睡觉 这一夜里一睡觉啊 好嘞 那个设备啊 就没有下大的房子 好像没有你们住在什么什么旅馆啊 像白手凉啊 现在很讲究 那个时候很差的了 我们中国人 你晓得乌尿啊 都是大便有个桶的了 夜里有个夜夫 他夜里啊 就会胡上骂得睡不出了 正在餐话头想怎么样 这个道理在哪里 然后尿降了 又没有打火机 出去乌尿 马桶在哪里 不知道一觉一彩 他的马桶倒翻了 把他身上倒的都是大便小便 噢 这下开悟了 打车打悟 所以张上莹提到了马桶开悟的 然后打车打悟了 他感谢颖封人 真是他师父 就不管尿也不吾了 高声的就跑到方丈量 跑到这个庙宅老虎人放开 就敲门了 师父啊你开门 师父啊你开门 领风月说干什么 师父啊你叫我 抓的那个贼啊 我已经抓到了 这个老虎人躺在床上 小时一夜回去睡觉吧 明天再说 这就是大产事 从此大车大路 就用风月 然后 我的重点还不在这里 讲到 刚才上午跟你们讲 观世音不散眼睛这么灯 然后他做了一首 接着批评唐教的李高 啊 这首是应戴晴天水的病 他说李高以外 自己见到他十五五道了 啊 他说那是理念啊 修文上的功夫 那没有到 这个意思 我跟你讲的 不然你们看不出来 你们看书看懂了 那我都没得细唱了 就是你们不懂得我好来唱戏嘛 对不对 哦对啊 嘿 你好像开悟了 哈哈 这个 他批评李高这次是怎么做 他说 音在清天水在天 他就用他原来这一句 有啥 眼光随之之落深坑 眼光随之之落深坑 不乃风酸苦 书润深深海底下 这一点要跟你们补充了啊 他江山阳后来舞蹈了当宰相 不过历史上有一些奇怪事 宋朝他三年不下雨 争成洛阳 不没有三年 什么几个月啊 一个啊 一年不下雨 发表他当宰相当帖子 全国大语 所以等家说他了不起 不过他在历史上啊 政治上并不太高明了 还讲句老实话 不过当了宰相是真的啊 那么他批评啊 立稿没有误 真的功夫没有到 他赢在清天 有三财是不是这样吗 这样吗 然后他问师父是什么 师父是不懂师父 告诉他赢在清天水在瓶吗 立稿后来就做了一首诗 他把这个历史的古事搬开 他认为他只是理念上 知识上到的功夫没有到的 他赢在清天水在瓶 你师父这样一直一直 你眼睛跟着他走了 眼光谁只是落身坑啊 这个主要 你看我们一个人老了 要死了 这个眼睛就排不起来了 都要下灭城了 下灭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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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眼睛想想望 是傲慢 单老板也 也着了 低下去也完了 都要下城 所以我看到你们很多眼睛都不能坑 整个都下城 眼光谁只落身坑 不行了 不行了 都下去了 第三句话更厉害 因为当时立稿问有三产师 我拿到就是这样吗 有三产师说不然 给他吩咐他 高高山顶里 深深海底下 奉复他两句话 高高山顶里 深深海底下 对道修福的人 心正正盖很高 但是光是正盖很高 你打度有定度 没有什么了不起 福的精神 菩萨道的行为 要救世救人 要布世要立众生 不是度众生 你拿什么度啊 立众生 你怎么去帮帮社会帮帮众生 所以说高高山顶里 你故人收养正盖口语 行为上是深深海底型 那么修米宗的人 就是海底啊 就是像昨天讲的气脉 海底人要打通 哪个乱彩了 禅宗当年不讲这个 不过有关系 也有关系 他高高山顶里 深深海底型 而且丰富了个 鬼谷中午 鬼谷里头东西 结果舍不得 因为渗透了 鬼谷中午 鬼谷太太小姐的放开 里头的东西 他你舍不得 不清整的话 中外省漏 你始终还是不 功夫 定力 不会到家 哎 回国里头东西什么 哎 就是男人 要女人 女人 要丈夫 就这个事 他国王很美啊 我不跟你说出 你永远看不懂 鬼谷中午 他这个你兜不掉 啊 睡不得 中外省漏 你永远不会圆满 不会成功的 等于你们讲 他漏灯啊 手营啊 雨灯啊 这些等等 都还没有搞好 就是 下门话 灭光了 灭谈了 不要讲了 中外省漏 所以吩咐他 行为上 高高 山顶礼 深海底深 所以又是 现在又下来 张生仁批评有什么 这个李敖呢 他说你理论上懂 功夫没有到 迎在清天水的眼光 随之落深坑 他说 根据你的一辈子的传记行为 漆花不乃风霜苦 你得意做官的时候 你就到胸正还快了不起 你失意不做官的时候 哎呦 等于那个花羊灯 下雪挂风 你就撑不住了 不想松树 不想读书 除非你什么还整自己还是依然崩碎 他是七号 那可是你这个都没有做到 行为修行没有到 你还讲什么 师父丰富你 深深海底深 你一点都没有做到 修佛经管修 做人做事的布施行为 你一点都没有做到 是这样批评的 你看禅宗里头 都是诗啊 词啊 要不要 哗 一声要打你一棒 叫做棒呼 有机会 打算 二行 我 你有机会 你 入洗 思想感覺妄念紛飛,那是當然的。 怎麼空呢? 不是說怕這個思想雜念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這個作用不是又是一個思想了嗎? 你只要初步只要知道雜念妄想紛飛, 你知道自己在妄想,知道了, 它那個妄想已經走掉了。 這個妄想它自己本身不停留著, 你想空它多此一句, 它進來空你呢,每個妄想自己跑掉。 所以不要搞錯了,把這個心在妄想上下, 想壓下去錯了。 你知道妄想來妄想去,那個妄想的那一個作用, 它並沒有受妄想的影響啊。 自己兄弟在生氣,也知道在生氣。 等一下不生氣,也知道不生氣。 心裡想動,想虛,也知道自己來想動。 那個能知之性,它沒有動過, 本來清靜。 所以想做,就要懂得這個。 那麽你說這樣就是佛法就是道, 就是初步入手啊。 這是修如賴禪,不是禪宗,最高處。 初步入手,見修法門,最好一個路子。 那麽,你心中要問咯,是不是有一天真正所有妄想的, 那麽,你統統自然會清靜。 會啊! 嗨! 這次佛法給科學結合,告訴你了。 那就受阿羅波羅,受止息。 就止在息住, 不呼,吸住了。 也可以說,住在息了。 不呼,不吸,不要忍哦。 它自然,你看清楚,生氣,出入息。 等出這個呼吸,它自然, 有生命這個呼吸,就是普通。 你等吸氣,它自然將來,出去了以後, 這一下就把它切斷。 出到了不是沒有去哦。 你那個生命的精氣就止息了。 開始是慢慢的啊。 將來你功夫是從熟了。 有時候,吸長,自長。 不呼不吸,自吸這個正態, 世界久,你知道久了。 吸短,自短,不熟。 有時候一刷那做得到, 等一下做不到,是吹短子。 慢慢收起,不是一天兩天啊。 就能告訴你多少時間轉變什麼, 這都是可笑的。 可笑呢,有理論,有事實。 它正面效果出來了。 正如道家所說的, 緩精不老,長生不老。 都腦有關係了。 所以醫學上講思想答案都是腦生症的關係。 現在的口水語講的有道理, 講了普通人生命學上活到的普通道理。 正一步的道理, 現在醫學還找不到這個頭腦這個人來試驗了。 等到止息定,自然是列症發起,列症發生。 然後再念也沒有了。 氣脈把腦最難打通。 從第一步下面, 卻卻將內中所講的齊冷打通。 也就是說, 腎臟線以下的, 起碼很難打通, 容易漏蛋,漏舌。 最高的難打通是腦部。 腦部是大陸人。 腦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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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劈裏線, 腦裏線, 腦裏線, 整過得打通了的花。 腦裏線, 快冷靜休息了。 不想一跳動的作用了。 你的家裡頭, 你的賈念往上也跟到完全疼了。 這個時候你的正改生生死。 昨天講錯過啊, 還沒有講下去啊。 离生喜乐 到那个时候 这个脑子是 不只是 见窗而清醒 而清醒没有战念 没有王强 那就不同了 至于一般的收财也好 秘宗也好 各种各样的收法 到家也好 多大吗 真的大陆人脑部的去脉 我们拿现代化科学来讲 真的完全通了 寥寥无几 不晓得 充击量 只有几位 但是几位我还没有看见 正到了那一步 才感受受上有点正念 正果 所谓正果位有点希望 所以佛法将正果为大菩萨正感 提出 懂生理 脑的关系 密切的有关 密切的有关 这个即使有空了 这个即使有空了 请我们有脑裤的船 我也在这里 给你们报告 不过请这些大教授 博士上课 困难了 他自己还在用功呢 证到了说虽老老化 这个基因 和遗传工程的关系 都是新的科学名称啊 你们佛学院 科学尝试要加强啊 现代佛学院 现在法师们不懂科学 都要关起门来 因为出了家 提了光头 说了佛法的最高 那就 我真想骂人的八个字 夜浪自大 第五亲王呢 得少未知 得一点得已满足了 因为自己是正式福田了 第五亲王 关心们来当皇帝 谁理你呀 你第一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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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关在里头第一 可以呀 那当年 我小的时候 在乡下 家乡 看到个人疯掉了 贴贴要做皇帝 他自己以为是正在皇帝 在家里满官到去 把吃饭就摆好 下面摆个位置 坐在上面 叫太太 孩子 跪在前面 三夫万岁 自己人就皇帝 就是这样 所以说不行啊 现代不同了 可守移力搞清楚 得收到大帮忙 而且修了一根要修 修了一点一 要不是利他 这个最方便的 人家有痛苦 你马上改变他 救他 不然 不然你说慈悲 慈悲 慈悲个什么 都是叫人家慈悲我 我 本身没有慈悲人家 而控化 所以刚才讲大家坐到这里 不要听我的话 要扎念来了 我的话 是母啊 我现在是母 你坐得好好的 偏要讲话 你生不是 咱也就来了吧 这就是母了 母在母也 故意磨练你的意思 菩萨佛者能当母 我不是菩萨 我也不是佛 我是母 我你们 你们很清真 我跟你 神明讲的 你成 吵你 是你不清真 你跟当我妄想乱跑了 那是你们查证 一模无怪 哎 我讲话 真怪讲道理 听懂了 哎 慈忠主是一句话 一字 别修 知道 都快了 所有道理 都是没有道理 这就是慈 所以慈忠不要王子年女 所有道理懂 懂了 不要道理 这个道理更简单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书法禅 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周围 从小懂我 一样都读过书 对不对 都从一二三四 这么学起来的 学到现在不管你学问 我们这一堂里头 大教授 大教授 博士 好几位啊 而且都是全位的 这几位博士 都是规矩上有名的 不止海峡两面有名 规矩上有名的 你以为满堂里头 很多英雄好汉 都像我们一样 不管是博士 说是你们 博士都可以 你看从小读到中学读到大学读了一辈子书 脑子里头真的有那么多书吗 听过来一样都没有 本空的啊 过去老师当时很感激他的 现在没有教你东西啊 老师也没有教你东西啊 你也没有说了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禅的道理 这就是心硬 你也没有东西 没有手道 他也没有讲 可是你 你智慧也增加了 你道理也懂了 腹发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禅中叫心硬 什么叫心硬呢 比如我们推个用蜡 这个蜡 或者肥皂 推一个硬 推了一个硬 用硬是要盖上去 哎 那个纸上就有这个硬膜了 还有肥皂呢 也化掉了 洗衣服了 没有了啊 拉一些些了 都没有了 而肥皂是硬的 留下来了 这留下一个影像 没有东西 这个道理 了解正式了 回转 我的话都是多余的 你只看到自己 假念妄想自信本空 可是你这样才那么容易 就是那么容易 可是真不容易 你知道自己自信本空 我现在讲 你也离开了 你说对不起 就是空不了 这个味道很好 而偏偏偏有打搅的 扎捏就来了 这就是 任念真上福告诉阿娜的 这些扎捏往上的 无始以来的习惯 吸气性带来 任念真这个名字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吸气 扎捏往上停不了 就是吸气 这一股吸气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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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振骨 不能得到 这一股吸气 扶在能念真上 肯定革命清 用中文翻译非常美 美丽四个字 刻称烦恼 做客人的客人 灰尘的城 地下的灰尘 烦恼 福法讲烦恼不是痛苦 你要注意 痛苦是痛苦 痛苦是生理 心理的去 出救的关系 烦恼是 心理 给城市 来的 是发生的 很烦恼 烦恼的 脑乱的 所以烦恼是烦恼痛苦的 副家人這些客廠,等於家裡很多客人來來往往, 每個思想,每個情人來了,這些都是政治, 時空中的灰塵,一來一去,要亂得不得了,客廠散鬧。 佛書用的那個文書的程度,又是科書的東西多高啊! 所以我以前叫那些說科書的同學,去做老師講物理,講話書, 你們能夠用文書的東西把它講出來, 我們國家後代說科書就發達了,容易了, 有這個學生,大學畢業,出去當講師,說話書,說無理。 老師啊,你講得對呀,我沒想那麼多啊,怎麼講呢? 這個科書無理,話書,用文書。 我說,那你是笨蛋嗎?不讀書嗎? 他怎麼講? 我用一張,譬如你講無理啊,講鐵文啊,講話書很多啦。 譬如李白那首詩, 《床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 巨頭望明月,低頭是故鄉。 你看著文書嗎? 他對呀,文書啊,好詩啊,都是科書。 《床前明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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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天文常识、方位都讲了嘛 那就是第一场霜 巨头望明月 这个房间的建筑,这个建筑是设计的不好吗? 还是房子破旧了吗?头一抬 还是躺在床上抬头看到的 还是坐在椅子上抬头看到 还是爬在地下抬头看到的 巨头望明月 刚好看到这个月 十几年前到香港 香港最大的人民大会堂 是香港会堂 那个时候 我怕碰的 佛教大师 法师嘛 我在怕 个个都有法 我没有法 不过佛教有些居士啊 也有些和尚 我说 帖子教的神父末师 用了很多修女 要我讲一个问题 宗教问题 我就讲了 我就只能告诉大家 每个各个宗教主人来参加 听很多 我说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与文明 你们周围的宗教家 把所有宗教的外衣 把所有宗教的外衣 要剥掉脱掉 所有宗教的拟食要拿掉 要配合枯手的文明 表达 宣扬你们宗教的教逆 于这时候 你才能够跟得到时代 不然你们所有的宗教 都被时代打垮了 不是那个人要打垮你 枯手的正部 无知文明的发展 宗教就站不住了 你还是叫老办法 保持每一个宗教的 那个过去落伍的 农孽社会的 那一套自我关闭的 那种方式来做的话 你们这所有几大教 对不对 我跟你们都是朋友 我带着朋友立场 给你的判决批判 八个字叫 乖闷主逆自杀净赤 是这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啊 就转了 转了什么 转了好多 台奖的声音 一次而已 至今的话 所以你们出家归出家 书念要努力的证书 在家人会的我都会 世界法都是福法 这些开诚烦恼 都是开诚烦恼 但是佛明明告诉你 这些都是客情烦恼 客人啊 不是救人啊 你那个自身本身 客人来救人家 当然知道他是客人 他做人会救的 就是他做一个月 他要离开的 他是客人啊 不是救人 你那个主人在家里不动就对了嘛 所以所有这些思想亡年来来去去 你知道思想亡年 眼睁一闭一静下来 一静下来 这个不叫静 静 静日后 也会定啦 那么这个亡年 咋想东来希望的客人 在闹你管他干嘛 客人烦恼自身奔空 你们 年轻一代 我一老买老了 有毛病又来了 你们年轻一代 说中国的自己的文 不晓得读过一篇书没有 李太白 当然不是李太黑了 李太黑的哥哥叫李太白 啊 太白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冲夜夜陶月的序 你认为李太白是不是修 他修道也修福的 第一两句话 名句和文章都是千古有门 天地在福 那个福都不管 古翁那个福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话 再来天上 哎 就是这个意思 开始讲话 或者是 那个 那么 开始这个意思 福 天地在万物之一缕啊 光阴在白带之构客 佛生如梦 如梦 未还几乎啊 佛生如梦 未还几乎啊 嘿 这种我们 十二二塞都在背的啊 老师自己憋自己 老师教育生 自己憋自己 背来 你看 不是你们这样 靠笔记梗记来的 我是靠脑袋记下来的 靠心记下来的 几十年要用就拿出来了 所以我到大学来上库 不带奖励 不带书本的 那个姑姑就给我提皮包 他大学一年纪就跟当我 提个皮包 上去摘个长袍 有一只粉笔 讲到哪里 写到哪里就行了 做老师 还要考奖励 考书本吗 你脑袋里就是了嘛 你看现在我要拿出来了 几十年要忘记了 一想到就背了 天地在外物之音律 音律是什么 律馆 他说 我们这个宇宙天地算什么 是我们一个大律馆 我们住在这个律馆里 住了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 终要走路的 律馆不是家 光阴在世界的白带之后开 几千年历史 不顾旅馆的客人一样 一代一代走了 什么唐太宗 什么唐太宗 城市黄汉告主唐太宗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匡西啊 佣政啊 乾隆啊 朱远章啊 什么什么什么声中山啊 什么毛财东啊 什么什么这些都乱 通通过了 乱风风 红楼梦亮说 乱风风 都过去了 历史 是光阴在白带之故客 你看他佛说通了离白 世界空间 胸增是那么伟大 一切不留 佛生如梦 这个生命啊 活到不真实 佛热水面上的有样 要化掉 未欢几乎 人生的快乐高兴的事情 有几样嘛 都没有 就是今天很高兴 我们大家 你看老朋友们四川都要 北京都要多来了 大家好朋友玩来捧场 捧场捧场玩玩 七天 一删了直接就过去了 为欢几乎 你看我们那些老朋友 在北京来 他们来的 你以为他方便 不方便 家里太太啊 孩子啊 私事啊 公司一大堆 嘿嘿嘿 这个男老头 这个家伙要得下弄了 我们只好坐下来陪他去去 再玩玩了 好朋友 咦 还不是两天三天就走了 没有出来 活生 说梦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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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回 回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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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中國文化,西方人批評我們,中國文化沒有宗教,沒有在說 我說你們亂扯,你們也不懂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比你偉大 西方文化開始宗教,有宗教變成在說,有在說變成口說 我說我中國五千年以前都是有宗教,什麼宗教?信仰主宗 我們那個上帝都不同,主宗就是上帝,上帝上面戴著帽子就是天 那個就是宗教,家族所記住最重要 他說對了,我說我們的這說不像西方難敗了 你們西方這說是這說,文說是文說,可說是可說 這說裡頭,衛武是衛武,衛星是衛星,各種風類 我們的這說是一股邋遢的 我們的宗教這說通通包在一起 所以中國的這說,文說不分 文說中這說分不開的,很好的這說思想都在文說裡頭 你如果不會,古代的詩啊,詩啊,詩詩勾服不會 你根本沒有辦法懂中國的這說 文,這部分,文時不分 大文修家還是大史修家 司馬遷嗎?班古嗎?司馬光嗎? 這些歷史修家都是大文好大文修家 文時不分的,還有呢,文政不分 政治與歷史與文修分不開的 每一個歷史修家都是一個大政治家 百天辦公室政治家回到書房裡頭 學文講的文修家,文講的內容包括都是這說家 你看官職啊,空職啊,這些都得很 所以我是不想你喜歡啊 你喜歡你叫這說,你叫宗教,這個生命是 宇宙萬物,誰有雞啊,誰有蛋呢? 這是空手哲哲哲哲 這個世界上誰有個男人啊,誰有個女人啊? 誰有個雞啊,誰有蛋呢? 我們中國人是鄉下人 我是大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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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我們中國人一起吃了就算了 我們中國人呢? 這個對吧?那吃不得嘛 嘿,可惜風呢?就口手風呢? 中國有個要問呢? 嘿,有沒有這種問法?沒有啊,誰要家誰要大? 有這麼想法?中國人在問說呢? 譬如唐代那個詩人寫的《沖江花園夜》 他就寫《江上何人出界月》 站在牆牆上面 那一個人第一次看到月亮的是那個人 《江月何年出教人》 這個月亮在天上出來的時候 就正是幾億萬年前 那一天那個詩人造出來的 誰造的? 就是宗教 就是在說也是口手 中國所有文化就是這樣 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 就是特色 人叫了半天中國文化特色在什麼地方 這都是特色 你看我們在文化裡頭 這都是口手、宗教、政治 包括在一起的兩句話 江上何人出界月 江月何年出教人 你看這個就很美了吧 可以給你們放鬆看